我们看到这个股民大增 那股票在操作上 他们在操作6到10名当中 可以看到第6名是在中信金的部分 第7名是元大ACNP元佑正二 第8名是元大金 第9名是中钢 第10名是望虹的部分 那我们看到这5党里面 三党是金融股 刚刚新闻提到说 很多公共行库开始下修获利 所以我要先请教捍卫看一下 金融股降息的环境 大家对于在获利上比较担心 那现在存金融股是OK的吗 对 当然了 我想降息 为什么受险公司 尽管会一直要他们多准备保证金 就是因为它有利差 我们刚刚跟大家聊 他早期买的受险都是6% 你看你如果对比现在的利率 我要给人家6% 然后我现在只能赚2%的利息 那你中间4%你不能去跟老天要 所以你就要有这个准备金出现 甚至你要一定能量度的获利 那为什么关股会比较差 因为像我很多同学在关股 其实他们签证真的非常的累 因为其实你只要看到 有关股成分在里面的公司 他都有写命互盘的使命 我政府要就是 你就必须要配 还有纾困 对 就是要纾困 那你纾困的钱 你不能保证说纾困出去 都一定拿得回来 你甚至要预备 这个什么被底呆账损失 对 所以为什么民营 当然不是说民营就没有这个使命 民营是我自己的钱 我不能把我自己搞垮了 对 你关股你有政府在帮忙 所以你说金融类股 现在可不可以存 我是觉得现在角度 你应该是以赚价差为主 你不要以存股 我跟大家讲 如果你要以存股 如果是我 我现在比如说我有20万 我要存中信金好了 中信金现在20块 我大概出股我要买10张 现在这个时间点我要进场 我就要求我自己 我现在要进场 那我会怎么做 我可能一个月买一张 我早一个月 某一个月那个月 比如说7月份 可能下礼拜突然有一天大跌 中信金突然有修正 好我买一张 好那我7月就不买 然后我8月再买一张 因为如果我要存股 我现在跟大家讲 我要存 平均价格 对 存我当然希望能越买越便宜 可是一般人不能接受越买越便宜 越便宜 那我们前面买都赔 你要想你是存 没有不是说 那如果你说 可是现在都是把存当作赚价差 所以如果我们来看中信金的股东 其实你现在这一波进去的新股东人数 很明显 最后蓝色柱状图就是这近几个月的 是不是都大增 对 你对比中信金股价是不是都赚 对 所以说现在进去买的人都很开心 为什么听 你说这个月好像听存股大师讲 然后都没有赚 你不能用月来看 你要给人家一点时间 你甚至如果你要存更长 我们等一下再给大家解释 所以我现在先跟大家讲 而且从这张图就看到一个观察点 很奇怪 很聪明 不知道是算投资人聪明 还是市场这么聪明 大跌的时候 大跌的时候 股东人数大增 你看现在股 如果在之前在高点的时候 那人数少很多 但只有大概差了10%到20%的人数 蛮多了 50万跟42万就差蛮多 所以我觉得跟大家讲 现阶段你以赚价差为主 那如果当然你觉得价差满足了 我赚个10%我满足了 那你自然就可以调解 那讲一档不准 我们看第二档 原油正二也是一样 虽然 做一倍的不够要做两倍的 虽然它是很多人心中的痛 对 那没办法 我跟他操作原油的缺点就要这样 因为原油没有现货 我刚才是跟大家在聊 黄金有现货 可以报一顿黄金回家 对不对 摆在家里 我看着都开心 然后要用钱的时候 慢慢再拿刀去切 可能切不了 再拿去买 原油你怎么报原油现货 所以你只能买这种 所谓杠杆席 可是一买就遇到 之前前面那个起货的事件 而且这种不能久报 因为它会自动扣鞋 对 连接期货会有换仓的成分 我跟大家讲 为什么 比如说我现在操作 台股起货好了 那我是不是6月份要换到7月份 是不是有手续费 你会有价差 对 你不会刚好说换一模一样 因为7月要除学习 所以你6月可能是11600点 你7月可能只能买到11400点 你说它会没差 反正那点数 对但是你换过去就有价差 就是不一样的这时间 所以那个都会产生到 你投入的本金里面 你说那你自己操作 自己操作去做原油期货 你的金额就会比较大 所以像原油期货这种 我觉得就不像中心市量 可以存 它就是单纯你看好 你不要看原油 涨了3个5% 预期它还会再涨 那你这时候再进去操作 然后给它的时间 大概就是两个礼拜左右 没有动 我想我有跟大家讨论了 我不敢说我在市场上面 存活很久 大家是真的老前辈 为什么可以在市场上 没有人一定永远赚的 就是我们认错认得快 看错了 不对 买错这种杠杆型的 你就是要这种准备 千万不要去存杠杆 你不要把台股期货当作存股来存 然后原油期货这个也是一样 好那再来看一个更精彩的 这个原大金 你看这个股东人数 我跟他说 不拿图出来没感觉 你看哇 哇突然收尖 几乎都是 对啊都在买在低点 当然它的价差就还没有很明显出现 这样看起来哇 新股民蛮厉害的 是对 而且我觉得其实之前存股大师讲的时间点非常好 只是因为为什么我们自己都当过老师 为什么好像不是每个跟着这个老师学都能赚 因为你是不同的时间点进来 有的进来是9000点 有的进来是1万点 现在11800点 你说要回到9000 那你干脆叫台积电再回到250 让你买 然后隔天再涨到300 不可能这样 所以我觉得时间点有差 所以以金融类股原大金来看 我还是建议大家 我们目前先不宜存股 但是如果你要存股你要记得我 你就是分散 因为我是要存 我不是要一次 我不是一张赚价差 那再来是我最喜欢存股的标的 就是中刚 为什么我喜欢它 因为很多营介业的老板 甚至营造业的这些老板 他们久久就会买一下中刚 因为他们都会跟中刚叫原料 他就知道其实在台湾来讲 地位最龙头的还是中刚 但是中刚也有邪命护盘的这个压力 比如说政府说 现在景气很不好 你这个钢价要降一降 不然下游的这些采购的厂商都受不了 没有毛利可以赚 然后中刚说好好好 那我就降一降 我就少赚一点 甚至我可能某些产品是亏的 某些产品是赚的 所以你就会发现 中刚它的股价在这一波反映的 反弹就不是很明显 但是我跟你说 这种股票反而适合存 因为他股价相对低 那虽然股数你看现在 存基率也大概都没有赔 可是就是说你现阶段要他能赚到 像之前的中信金的幅度这么大 甚至电子类股 或者是像生技族群这样 哇可以二三十块涨到三百块 可能短期不会有这么快速的 这个情况出现 那再来我们看一张 前面看了半天 存了半天都是金融跟这个传产 好像都没有人在存电子股 除了台积电之外 有一档望宏 这个股东人数蛮多 不过他的股东户数跟前面几档就不一样 有没有感受到 他其实我觉得大家不把他当作是存股的标定 他只是因为最近可能5G要出来了 然后再加上这个机器学 一些所谓的AI 就在D-RAM这一块 或者Flash这一块 就是在RAM这一块 或者RAM这一块 我们叫RAM这一块 用量比较大 所以大家其实相对是比较看好 而且最近半导体的题材还不错 所以我最后有准备了一个表格给大家 袁大金市已经除全席除全完了 6月29号 所以他现在还在填全席当中 这边刚好呼应大哥讲了 为什么现在很多人喜欢一年配四次 真的填全席比较快 你是配的越少填的越快 我们观念要换 以前我想说 而且三个月领一次钱感觉也不错 对啊 以前我会觉得三个月就要这样那种很烦 结果没有了 台积电两分钟开盘瞬间填席 那个心情多一块 你可以前一天买第二天就卖掉 利息就赚在口袋 所以但是现在这些 不一定是他每一个都是一年赔好几次 所以你要给他一点时间 但是你可以看到到中信金 大概有4.9个百分比的殖利率 那你下个礼拜 你可以就7月13号 应该是下下个礼拜 你可以再注意看看 市场上对于中信金的热度 有没有持续呢 还是说大家好像稍微比较冷一点 可以做一个观察 同样也是成股足最爱的 但是这一次没有上榜 中华电信在本周宣布 5G时正式上榜 5G时代来临 电信业者惨快更要比排场 再移至左手方 中华电30号 抢先正式启用5G 台湾大也跟上 在7月1号5G正式上线 电信双雄先后宣布开台 较劲的战火跟着烟烧 私底下讲其实我们可以更早 但是我们选择礼让老大哥 所以今天的这个活动时间的选择 其实是尊敬业界的秩序的结果 绝对不是媒体上面所说的起习 第二开台的台湾大 不忘偷偷暗酸对手 也宣示着5G大战正式开打 不过不论谁先上路 最终资费更重要 探开两家电信方案来看 资费都分成八个集聚 从最平价的599元到中价位的1199 上网传输量都一样 但中华店的早纽优惠过后就砍半 而高价位的区段从1399开始 两家都提出吃到饱 但中华店首都采用 排除流量怪兽的政策 热点分享到特定量就会降速 至于台湾大在10月31号之前 热点分享没有限制 依旧吃到饱不降速 不过却没有公布网速 整体看起来电信方案不净价 但5G想吃到饱还是得破千元 中华店董事长谢金庙坦言 5G资费要便宜还得再等等 先积极拓展基地台 中华店预计年底前完成建置4000座基地台 台湾大也喊出4000座 同时要在6都达到9成的覆盖率 5G正式开台后 两家电信业者也都有自信 三年内5G用户渗透率过半 我们预估在未来的一年 我们中华店大概会有100万个客户 会移转到5G来 渗透率大概接近10%左右 我们现在是希望在三年内 看有没有机会挑战一半以上的用户 既有的用户转换 5G的渗透率达到一半以上 除了强5G用户 电信业者也拼应用 中华店从ARBR下手 发展出智慧交通远居照护 等等七大类的应用 台湾大打造智慧仓储 智慧球场还有专攻游戏体验 目标三年后 非电信的营收上看千亿 至于远传接着在7月3号 也会揭晓5G资费和应用 各家电信优惠多样 不过对民众来说 强快升级的同时 整体CP值恐怕才是最重要 记者唐立真 林维新 陈玉智 林嘉宏 台北采访报道